对电车来说,续航和辅助驾驶才是消费者最关心的 自己LS6不这么认为 场地试下中,它可是火力全开,大秀肌肉,电车加速快不新鲜 但是零百三点四八秒,仍旧是个相当出色的成绩 百零沙停仅需三十三米,性能轮胎和刹车套件功不可没 以及线速度绕装,半幅方向盘提供了相当精准的指向性 而在考验底盘功底,车身稳定性层面,无论是主价位,成员位进行体验,还是在车外观察 这起LS6在侧倾意志和保持车身姿态方面,都绝对算得上是一流水准 电驱四驱,面对湿滑路面和交叉轴等期越野路况,显然可以轻松应对 面对这种难度的挑战,LS6的独自脱困,显得格外轻松 聊完了性能,咱们再来说说自己LS6贴心的一些智能配置 比如大一天看不清屏幕时,后视频补忙的功能就为驾乘人员提升了不少安全系数 误入死无痛的时刻,不必尴尬皱眉,一件循迹道车能省事省力,助您回到原点 电门刹车挡位方向,全不管 只等车辆回到原地后,打正方向盘后,再度接管车辆即可 停车位紧张的胡同和老破小,同样难不倒自己LS6 这一件贴边功能,还真是适合不少停车男的场景 距离墙面和马路牙子保持5到15厘米,这样挺好车,谁不都得夸你是老司机 道路试驾部分,咱们下回分解